押忍 今日も一杯 飲みましょうか 大家好 歡迎來到阿翔のお世間 今天我們來喝 キャンプヨタン・ロッホ ヴェンデスボースコッチ・ウィスティ オフィシャバトル的 酒精濃度46% 好 也許我們調適威士忌的主題喔 然後第三代案 EP3 要入手這支威士忌 老實說還真不簡單啊 這次我是透過 Mukawa武川這六所販賣 是日本很知名的線上酒端 那它進的應該是平行輸入品的 價格落在9980日元 就調適威士忌中 算是相當貴的喔 也只比Spring Tank10年還便宜一點點 那為什麼我要這麼大費周章的 卻購買這一支調適威士忌呢 當然也就是接下來要跟大家所介紹的內容喔 我們先倒酒吧 今天我使用IS5不用給20抹 首先這支酒它並不是一個新產品喔 只是它有一段時間算是停產了吧 我們首先先介紹一下公司 它的裝瓶單位 J&A Mitchell 還有這個瓶子的瓶身 這個形狀 還有這個酒飆的很常會剝落的裝瓶單位 應該也不用太多解釋吧 就是Spring Bank的公司喔 那看到Belton Lojo 它是使用了坎佩爾鎮所生產的 Maya威士忌 所進行調和的 坎佩爾鎮的酒廠有幾家呢 Spring Bank Spring Bank Scotia Glenguel 那Spring Bank跟Glenguel 都隸屬於這家集團的 於是呢 這一種基本上的調和原酒呢 就是Spring Bank跟Glenguel 這兩家應該都是 目前的威士忌愛好者中 喜愛度相當高的酒廠喔 那我再仔細研讀一下酒標喔 他說這支調和是Maya 主管威士忌呢 使用了五種不同風格的 坎佩爾鎮的單一 Maya威士忌 我們知道Spring Bank 總共擁有三種的風格 一個是Puzzle Burn 三次蒸餾的 Spring Bank 2.5次蒸餾的 以及Longer Road 比較屬於重泥煤的 兩次蒸餾的 再加上Glenguel 或許是Glenguel的 淡泥煤 跟重泥煤 比較難去想像說 它有放入Skland Scotia啦 那它是在Spring Bank 酒廠進行調和及裝瓶的喔 所以呢 它可能加水用的水 也是跟Spring Bank 生產時所使用的水源是一樣的 那酒標上我並沒有特別看到 有Entreferfer Non-Colored的標記喔 但依照他們裝品的習慣 我想應該是Entreferfer Non-Colored喔 酒色上呢 我們可以看到顏色相當的深喔 算滿深的喔 所以我猜它可能有使用一些 第一年份熟成的一些 First View的 Aural Social Test 之類的東西 好 簡直介紹完了 我們來溫箱吧 相對的是年輕 但是呢 整體風味相當扎實 就剛剛所說的喔 那種年輕的Sherry Castle 味道相當明顯 並且呢 坎培爾真的咸豐的 那種在地面的灰塵的 然後海鹹的 鹹水的 並且麥芽感是重的 絕筒與泥梅味的搭配 有出現一點像烏美的氣味喔 真的是除了年輕一點點以外 沒什麼好挑剔的 香 竟然是年輕的酒 我們就給它加個 兩磨的水 進入的搖晃酒杯輕微的 這因為下陣的氣味比較高的關係喔 稍微Skosh mix沒有出現那麼多 沒有那麼明顯 收成粘素可能也沒有到那麼多 所以呢 油脂感比較不容易出現喔 加水放出之後呢 我覺得那個Q-Karen的調性出來了喔 這股鳳梨糖的 也有像一些Glenskosia的味道耶 那種鹹鹹鳳梨糖的麥芽感 不過我想可能性還是比較低啦 我想可能就是Glenskio吧 奶油的 然後剛剛所說的那種一點烏美的 鹹感的 那種鹹感是那種海鹹的喔 我覺得近代的一些麥芽威士忌啊 很容易帶出那種鹹味 我覺得那是一種偏樣 偏年輕的那種鹽巴的感覺 而這個呢我覺得比較接近 所謂的海鹹的 是帶那種海風的一種潮濕的感覺 然後也有梅子氣味的 不過整體還是注重它的海鹹味吧 我想 畢竟呢 像Screenbank跟Glengale酒廠呢 本身的產量就不多喔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所生產的這些Batch的產品 應該都會因為裝品時間不同的Batch 而產生一些所謂的 用途比例上的變化 那我看了官方資料 就是使用了水桶跟鋪本桶 嗯 跟我感受的是差不多的 海鹹 麥芽 鳳梨糖 奶油的 可以明顯感受到它是 比較偏年輕的酒磷喔 但是它帶著豐富的桶味 整體的麥芽感也相當紮實 不會有那種 Umbalanced的狀況 那風味上的帶葡萄乾的啊 烏美的 還有點藍美的 那鹽群泥美感是明顯的喔 喝喝看 嗯 嗯 現階段呢 在經過我兩磨的加水之後 還是可以感受到一些年輕的感覺喔 所以我想 它的圓酒可能真的蠻年輕的 不以前有一些那種 我之前在Review那支 吉克倫八年的時候 有感受到那些有點刺激感的 所以我想那個 Grentile的圓酒 放了蠻多的 我想 整體的底部跟尾韻比較刺辣一點點喔 那其他部分呢 其實就跟香氣上所說的啦 要表達個性明確 那海鹹的坎佩爾鎮的 海鹹的灰塵的 然後桶子所給予的那些烏美的 嗯 葡萄乾的 最值得給Creddy的地方 就是整體的桶子狀況是非常好的 以及所謂的坎佩爾鎮的風格喔 是明明確確的表現在自己的裝型上 下一個 符號 應該是另一個 土影 土影該要有的味道 風格明確 雙瓶的意圖也明確 如何評價5年份的調和Maya 所該要有的風味表現 唯一要挑的就是90的說聲感了 口感上舌墊帶一點油潤的奶油感的 後來帶香草奶油butter的 然後雪梨桶的 巧克力的 菇菇美的 還有一點藍莓的 酒汁風格呢 鹹味的 妮媒的 Maya個性明顯的 以及帶一點灰塵的 底部帶著稍微偏年輕的90的刺激感 那到尾韻呢 這個刺激感還會延續 整體稍微短了一點點 奶油的 Maya的 以及顯感是比較明顯的特徵 這支酒如果落在6000塊的話 會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目前價格來講 就算它在官網也是寫39塊英鎊 算起來也就是8000塊9000塊日幣左右 稍微偏貴了一點點 並且目前喝起來90上呢也稍微偏樣了一點點 總之味道夠 但如果90能再更Balance的話 整體的體驗會是更好的 不過除此之外 像我這樣一口接著一口 它想要表現的事情都傳達的非常明顯 也不會讓你覺得它水水的 嗯 所以我還是因為會大膽猜測它應該是 Entreputure Non-Color的東西 好久沒有拍影片 感覺好像有點生疏的感覺 最近其實感覺好像也沒有必要都拘泥在這些 比較拔頭的東西呢 感覺拍一些ID大家也會有興趣 反正沒興趣的就沒興趣 有興趣的就會有興趣 所以可能接下來會出一些影片是 我酒庫中的9款 可能稍微release在前面一點點呢 不是最近推出的新東西 所以換句話說 可能大家沒有辦法購買到跟我一樣的東西 只是就看呢 我想要從這瓶酒中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什麼樣的概念 跟什麼樣的想法 那你就歡迎大家在頻道有更新影片的時候呢 不妨點進來按個讚 看看我又在蘿莉巴說了什麼呢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下我的頻道 Gottura Instagram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啊 還有Super Sanks喔 掰掰 我們 AidIn餐ositync 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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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